我又是大素颜 然后我再到了这个南卡 然后我住在这个Airbnb超级文献的 天啊 就感觉像花房姑娘 它门口其实也非常可爱 但是太冷了 然后我就直接从这儿露 有点黑啊 它特有十字秀 是那种很古老的 看不太清 然后有这种帘子 我好喜欢这个 这个非常的南美 然后灯啊 画我都好喜欢 它好像很喜欢烧那个香料 感觉像是东海龙王的 这个女儿 然后我很喜欢她的椅子 她的椅子好可爱 我的天啊 这有我喜欢的Fried啊 他去过荷兰啊 柏林啊 Sandsberg 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 哦 彭贝他也去过 应该是吧 这个应该是荷兰的 对 就是荷兰的 他去过很多地方 爱尔兰 葡萄牙 希腊 瑞士 好可爱啊 它东西好多 感觉他好像在家刚做过料理 我的妈呀 这是啥东西啊 这是绿色花毛的物体 它的植物都超可爱的 感觉他好热爱生活 还有点 啊 就我喜欢的Fried啊 还有这个 它们灯都很暗嘛 就是可能明天我会再录一下 就这个就特别的古色古香 像是琴代人用的 应该可以当个梳妆台吧 它应该给我配一个镜子 这还有书 I will not read 然后这个都是那种感觉像一双绣花鞋里面的柜子 我感觉打开会有什么东西 还有插线板 还有一些纸啊 什么的 你看它这个还有钥匙孔 是这种 哇 这个这都是Vintage 这挺值钱的感觉 它里面 它自己贴了一层 麻布 哦 放不进去了 开始觉得南卡应该是特别的热 也不是说特别的热吧 至少就是不会让我冷 但是我觉得我很冷 就是它是那种可能就是南方的冬天那种湿冷湿冷的 我觉得我超级冷 我下来我感觉整个人要冻风了 形象非常的不好啊 然后这也有我喜欢的画 就是我很喜欢的Impression 它这个泡的到底是啥东西啊 我妈呀 厨房移民 哎呀 这个光能好点 因为我做了很久的那个转机啊 飞机啥的 我想把它洗洗酒 泡个酒啥的 这幅画好像毕加索 刚才我问了女主人 这个是叫Marimo 中文叫绿枣 然后是个水生植物 它这个应该是长了 感觉好像长好几年了 我查了一下 可小了 然后这个有点就是起毛了 反正就是水生植物 然后它会散开 好像要给它团团团还怎么样 但是我查一下 好像是不好的才会散开 淘宝查的 不好的才会散开 好的不会散开 像兵马俑做的 然后这个椅子几乎和这个是平齐 我的脚还可以当 把我的日常写一下吧 不然我怕我一直已经去太多地上 然后我本子现在就是用具具给我带 这是我能卖出去我的衣服吗 多么有设计感的一个衣服呀 我这段是不是应该说英语 这个叫做Double Fematas Tea 这个非常有寓意 真的这个简约而不简单 行了 不跟你说了 这回是真的白白了 我真的去重量了 这本书是我的梦想 这本书是我的梦想 Skeem your legs 天哪 这是被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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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绿棗应该是长了好多年了 怎么这么大呀 它就是可以不一会儿下去 不一会儿上来 我今天早上是6点54就写了 又是掉好多头坏的一天 美国人家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冷 我真觉得他们空调开的都很低 像我呀 平时就开 嗯 七十四度吧 大约二十三四度这样子 嗯 但是他们就是都开六十八呀 七十的maximal 那我就超了 屋里太暗了 而且现在才七点多 然后是芝加哥时间的有点多 我太整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我刷牙了 然后我会刷一下 就是我不想留很多粉在上面 要整洗它 我还带了洗刷子的 这个相机里头 我看真的是特别重 其实现实就还好哎 哇 这个太傻了 他们这早上也没有什么可吃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吃什么 我觉得在厕所里化妆 我觉得在厕所里化妆 每一笔都是 不是我所想的 超红 我得晕一下 这个霜太小了 我今天穿这个lagging 没有那个侧面的袋 就是大概收拾成这样 我没有摆得太好 还没收 然后这个 这个后面有我的运动内衣 然后我就去吃点东西就走啦 我已经吃完了 然后他们还在外面吃 摩洛哥美食就是非常有自然味的 它带回来很多香料 就是有一点美式的那种炖菜 然后才用那个高压过压的炖菜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因为有很多的 它那种有那么多的香料 我觉得不难吃 蛮好吃的 而且我很喜欢吃自然 因为我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吃自然 他们就不行 然后外面他们还在party 所以就是有点吵 我又开了那个小的暖风扇 因为他们很怕热 他们觉得天很热 人很多 然后就把冷气开开 我就超级了 我今天的一个去个Columbia Museum of Art CMA的一个游记 我还怕我忘 我还做了个笔记 是不是很认真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美术馆 which is只有两楼 就是两层楼 然后 里面的展品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一楼的展品有点 way too contemporary for me 就很多都是美国当 就是这种当代或者近代艺术 近代都不是 都是当代的 一楼我没有什么特别多想说的 但是它里面也有波普 然后一些很美式的一些东西 一楼有一个就是有一幅画 黑黑的 我没有看出什么门道 说实在的 我就看了 仔细的看了一个它的简介 然后它是John Cage和一个画家 应该叫Kelvin Sunchen 合作的一幅画 因为John Cage会跟一些画家 然后合作一些作品 我就到了二楼看到了那个非常有名的玻璃展 就是它那个像蛇形的那个玻璃 就是在LA还是在哪吧 反正在加州那边有这个的展 然后就是挺fancy的 然后它展了一个红红火火的 放在了厅中间 然后我往里面走 它把中国很多的东西都放得非常的分散 就是有元朝末期的呀 然后唐三材呀 还有一些 就是墓里面它以前 它们以前就抢过去的这些东西 唐三材我就保存的真的还是蛮好的 它有一幅就是美国Native American的狩猎的图 我觉得那个颜色真的很震撼 就是有震撼到我 我看了一个银器的exhibition 我当时以为是英国可能就保存的非常好 然后结果是 Piffini的collection 就是它做的那个银器小银湖什么 它说上面还有象牙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象牙 非常的精致 它的细节啊什么的 全馆让我比较惊艳的 是做的那个Porcelain的那个 清朝 应是1795年吧 是清朝为French market做的器具 就是中国做的 然后销售到法国去的器具 它的impressionism不是很多 有三幅画 其中两幅我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有一幅Munai 一看就是它的画 那种蓝蓝啊 滋滋的 觉得只会跳价的就是我看到了那个非常有名的波普的那个 就是波普也有一个是就是 非常有名的是那个马列联盟路嘛 然后还有我在我心里评价比较有名的就是毛 毛泽东的各个的波普 就是波普的创造者 开创者之一 Andy Warhol的那个毛collection 我觉得非常震惊 那个shandleer就是完全显示出了 当年意大利真的是 鼎盛了那种奢华的风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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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